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五十八面 最后一行看习 《佛此可爱要伐光明床天网》 《得普观一切众生根,为设法断移》 从这个地方看起 天王的德浩前面介绍过 这一尊虽然前面跟诸位说过 可是意思还未尽 有必要补充一些 《得普观一切众生根》 这是说点 观积 《未设法断移》 这是说法 主要是说 观积 说法 师尊 教导我们 不仅仅是说法 要认识众生的根基 说再讲 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 人与人之间的相处 也要懂得观积 也要懂得观积 观积这个名词里面含义 可以说是无限的声光 世间 为什么有许许多多的障碍 这些障碍之发生 实在说就是不能够明了一切众生的根基 随着自己的意义 与一切众生相处 这个里面才产生许多的误会 许多各合 现在讲的许多矛盾 乃至于许多的冲突 那么这个在经上讲呢 障碍 离思有障碍 思思有障碍 离与离有障碍 在四与四有障碍 这是 但是 众生世间就是这么形成的 尤其是六道 所以众生日子过得非常辛苦啊 我们再仔细观察 祝佛刹土 何以那么样的安乐 那么样的自在 华原经所说的华藏世界 华藏世界是哪些人住的呢 四十一位 四十一位发生大死 他们也是来自不同的诸佛刹土 各同诸佛刹土有多少呢 无量无边啊 不像我们这个世界呢 你来自多少国家 来自多少族群 人是有数量的 能够算得出的啊 地球上的人口也能算得出啊 这个数量不多 要比起华藏世界 我们的数量是太少太少了 规不足道啊 他们的数量太多了 多得我们不可思议 华藏世界如是 西方极乐世界也如是啊 华藏世界 我们暂且不论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都是发生大死 用我们中国俗话来说 都是修行正果之人 那还有什么问题 我们现在来看西方极乐世界 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 十十多多 一瓶烦恼都没有断啊 他是道地的凡夫啊 这些凡夫也是来自 四方祖父 四方祝福插图 六道里面的众子 四方祝福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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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段在西方极乐世界 怎么能够生活在一起 不闹事 不打架 不吵嘴 这个我们要好好地想想啊 华藏世界是圣人 不贪图 他们不打架 不吵嘴 我们能想象得到 西方极乐世界 凡圣同居屠往生的人 他们天天在一起不闹嘴 这是什么原因 当然 大致上啊 我们也能体会得到 这是阿弥陀佛本院微神的加持 我们要问 阿弥陀佛是如何加持 这些地方我们要学习啊 我们有没有能够意识到呢 阿弥陀佛对于这些人的根性 观察得清楚啊 透彻啊 佛于他的神里 一个众生 无量进来 生生世世的状况 他都清楚 他都明了 啊 佛陀的加持 给注意说 用现代的话来讲 爱心啊 在佛法里面讲慈悲 这个慈悲心是从清净平等觉里面生出来的 真实的慈悲 啊 佛法里常讲啊 佛法里常讲啊 吾云大慈 同体大悲 是从清净平等觉里面流露出来的 用我们现代的话来说 真实的爱心 无论 无论 哪一种不同的族类 你要用真心代他 用爱心代他 没有不被感化的 这是阿弥陀佛的用心啊 他用什么样的心代啊 将种种异类能够把它化解 我们现在讲的多元文化 不同的族群 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生活 不同的信仰 不同的思想 如何能把它融合 如何能把它融合 这是大学问啊 我们读今 我们学佛 实在讲 那就要学这个学问 要学这个恩斯 啊 学成之后 就能与一切众生 活目相处 这个就是佛陀的教学啊 所以先要学习佛陀的用心 佛陀佛陀的用什么样的心 切丝 你看看他用的是什么方法 方法是讲经说法 释迦牟尼佛在经典里面告诉我们 师尊当年在世 为一切众生讲经说法 每日二十 二十就是今天的八小时 师尊当年在世 每一天讲经八小时 从来没有中断过 十之末法 我们现在的人无论在智慧 在福德都比不上故人 当然更比不上佛陀的时代 我们在今天没有任何一个人没有这种能力 也没有这种体力 每一天讲八个小时 偶尔讲一天很勉强 恐怕三天就会病倒了 那么今天唯一的方法呢 就是多勤集为法师 轮流来给我们讲 行不行呢 是可以 但是这个里头有问题 每一个法师讲的不一样的怎么办 这个法师叫我们往东去 那个法师往西去 我们到底往哪去好 这也成了问题 西方极乐世界 听阿弥陀佛一个人说法 一个老师 走的是一条路 不会出问题 所以你才想的 阿弥陀佛用的手段 是教导 不但佛自己讲经说法 佛你看在经上讲 佛能够变现动鸟 这些动鸟也都说法 那个鸟不是出生的 是阿弥陀佛变化所作 鸟说法了 就是阿弥陀佛说法 不仅鸟说法 树木花草统统说法 六臣说法了 六臣说法 还是阿弥陀佛变化所作 这个真的叫神通广大了 所以在西方极乐世界 你文法 绝定没有中断的时候 在我们这个世界 纵然一天 给你讲经说法 八小时 还有十六个小时中断 西方极乐世界 从来没有中断过 我们在讲习里面 曾经多次 提到一门深入 常识熏修 这八个字 在西方极乐世界 是彻底做到了 所以无论什么样的根基 在这种环境里面熏陶 就能够统合种种不同的意见 佛讲经说法的内容是什么呢 宇宙人生的真相 说明一个真正的事实 那是近书空变化阶 跟我们是同一体 所以真正觉悟的人 他觉悟什么 一切众生就是自己 这是他真正觉悟了 我不是你 你不是我 他也不是你 这个不是觉悟人的观念 觉悟的人知道 一切众生跟自己是同一体 虚空发戒 是自己的家 这才是真的觉悟了 真的明白了 实在是 佛说出来了 佛房每一到中国来 中国的圣人也曾经说过这个话 老子讲过 老子跟释迦摩尼弗 没见过面 没通过讯息 从来没接触过 你看老子说 天地与我同根 万物与我一体 这不是觉悟的人 说不出来啊 如果这两句话 不是老子随便讲的 确确实实是他的境界 那么老子就是 祝佛如来的化身 最低限度啊 他也是化身大死 他如果不是 不是化身大死 没有真的 清净化身 这两句话 怎么说得出来 这两句话 跟如来的境界 无二无别 如果其入这个境界 这天下太平 一切意见 都化为乌有了 佛法 佛法讲到最高峰的地方 反而是有见解 都是邪知邪见 自信清净心中 无有有 唐朝会能 真的 本来无有 哪里有之见 论言经上 说得更好 复诺纳尊者 在论言会上 向释迦摩尼佛请教 无名从哪里来 为什么原因 又无名 几时 去了无名 通过修行 无名断了之后 什么时候 无名还会起来 这是佛诺纳的问题 这个问题 在我们佛门 叫大问 根本的问题 师尊解答得太好了 八个字 至尽力之 是无名本 这八个字为我们说出来 一切众生 你有思想 你有见解 你有意见 全是错误 真心 本性里面 没有知见 没有知见的知见 才是佛知佛见 才是正知正经 这个没有知见的知见 怎么讲法呢 你一睁开眼睛 不是一切都看见了吗 你看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的 这是知啊 外面所有一切音声 你不是听得清清楚楚吗 明明白的 你也不暇 也不老 六根界出外面的六种境界 清清楚楚 明明白的 也得其受用 这叫知见 这个是佛知佛见 什么叫邪知邪见 你在这个里面 其心动念 分别执着 那就叫邪知邪见 绝不容许 六根界出外面 六种境界里面 不容许其心动念 不容许分别执着 所以 我们只要把 其心动念分别执着 写掉了 当下就是佛知佛见了 你要在境界里面 其心动念 分别执着 那就叫知见立志 你在知见里面建立一个知见 你错了 无量无边的意见 不同的知见 是这样产生的 这样建立的 这种知见都是错误的 都不是真知真见 佛清楚 菩萨清楚 所以 一切意见 到了西方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不停地 跟大家讲经说法 让你知悟 所以有许多同修来问我 我们在网络上 美国那边同修 也提出这个问题来问我 为什么我们修学 功夫不得力 在念佛堂共修 心底很清净 回到工作岗位 这个心又乱了 如何能保住 这些问题 问的都很实际 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我的答复 听见不够 所以你妄想才多 要怎样消除这些妄想 恢复自己的清净心 一定要多听见 可是听见 有听见的方法 不会听的不行 怎么听呢 佛教给我们 受持度送 为人也说 你的全做到 佛给我们 相信任何一部经典 他的内容结构 总不外乎 教理行果 这是佛说 一切经的内容结构 教是他的言语 佛灭祖之后 弟子们将佛的言语 记录下来 变成文字 这我们今天称为经典 文字是言语的符号 这是书于教 这个言语文字里面 包含着有道理在 宇宙人生的大道理 所以经典有内容 它有道理 有理 不但有理 而且今天里面 佛教给我们 许许多多的方法 我们依据这个方法 能够证明道理 然后你在生活上 就得到了福利 你得福 你得利 那是果 果怎么讲 你学会了之后 你会过日子 从前你不会过日子 你现在会过日子 你过得很幸福 过得很快乐 利苦得乐 你会做人了 从前不会做人 天天给人家戒冤仇 戒冤 欢喜也是冤 欢喜冤家 你会做人了 会做人 跟人往来 决定是利益众生 如祝福菩萨 借出大众一样 镇掌自己的定会 跟一切众生往来 自己心地清净不然 镇掌定力 对外面境界寥寥分明 镇掌智慧 又能利益一些众生 不失恩德了 所以说 你就会做人了 我们现在凡夫很可怜 天天跟众生 结约 天天在造业 还想往生 还想脱离轮回 那怎么能办得到呢 所以佛在经上常常教导 我们要生结义去 我们明白这段事情 才知道 一门深入 长时间熏修的重要性 你不听经怎么行 不读经怎么行 佛说经的内容 分为教理辛苦 我们要怎样去受持 要怎么去听 要怎么去读 清凉大师在这个经上 教给我们方法 信解行政 我们信佛的教诲 我们解佛的理论 依照佛的教诲来修行 最后才能得利益 得利益就是真果 刚才讲了 你会过日子了 你会生活了 你会做人了 你会应酬了 那就是你现前得的果报 从这个果报 你的境界不断向上提升 从这小果 逐渐逐渐 这大果 先做的小菩萨 慢慢就做大菩萨了 菩萨摩霍萨 这是真的 不是假的 这几天 有一些同修 送了几个光碟来给我看 这个光碟是什么内容呢 第二次世界大战 寒战 越战 海湾战争 这个四套VCD 我偶尔看了一看 看了我有心得 我看这个东西 是在读经的 是在修佛 也有几个同学跟我一起看 我问他 你们看了之后 得到了些什么 你体会到什么 他说不出 我告诉他 世界种种不同的意见 不同的思想 战争解决不了 我们从这些 这个是半个世纪 这些历史 我们一定要觉悟 这个问题 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只能把问题搞得更糟 众生会过得更辛苦 不能解决问题 什么样的方式 能解决问题呢 阿弥陀佛这个办法 能解决问题 天天讲经说法 问题就解决了 大家都觉悟了 大家都明白了 意见都消除了 误会也没有了 就不会打架了吧 就不会再吵吵闹闹的了吧 误会想想 有没有道理 随佛法 整个的教室 可以说 是多元文化的融合 融合多元文化 一定要高度智慧 这才能解决世界一切的纷争 达到 彼此互相尊重 互相尽爱 互足合作 带来社会整体的安定的世界和平 共存共荣 这个理想 才能达到 其他的手段 这 八千年来 多少人在试音 都得不到 很好的效果 真正能得到效果的 我们看看西方极乐世界 看看华藏世界 看看诸佛刹土 我们的恍然大悟 我们在这个里面找出一条出路了 这些都是观察一切众生的更新 然后为他说法断习 以真诚心说 以清净心说 清净心绝对没有忍住 以慈悲心说 关怀他 爱护他 帮助他 这个里面没有任何条件 有条件 就不清净 你的心就不清净 无条件的 有后波 就不平等了 所以 我们要修的是真诚心 清净心 平等心 慈悲心 我们要做的 将世尊留给我们大乘佛法 为一切大众 讲解清楚 讲解明白 讲解透彻 不但你能讲 还要做到 身体 立心 别人才能相信 你能讲 而做不到 别人信心 很难解释 我们自己真正做到了 佛在经教里 教我们做的 我们要一定做 要做 教我们不可以做的 我们决定不能做 一教风险 所以 天王所得的这个法门 我们应当如何学习 要在日常生活当中 知道关机 然后才能跟大家 和睦相处 人是机缘 事物也是机缘 你会不会办事 你认不认 事之机 你要不认识 事的机 你就不会办事 不认识人的根机 你就不能处人 还要认识 无之机 你才能跟无相处 我们现在这三方面 都很糟糕 不懂得 人之机 不能处人 不懂得 事之机 不会办事 把事情办错了 不懂得 物之机 破坏我们 生活自然 生态 这是我们不认识 万无 所以今天 地球生态平衡 被破坏了 什么原因 不懂得 这个机 随我们的意思 来处理 自然环境 自然环境 生态被破坏了 不平衡了 直接 间接 影响 我们的生活 直接间接 给我们带来一些 自然的灾害 归 拿起原因 我们不善于观察一切众生 这个一切众生 包括 有情众生 无情的众生 也就是 我们用现在的话来说 包括一切人 一切四 一切无 众生 众生是 众云 活活 而生起的现象 这个理念 主要 是讲 有情众生 因为它有个根性 实在讲 广义的家 无情众生 也包括 在其中 我们明了 就能与人相处 与大自然相处 我们在这个地方学习 就得受用了 它能够得卸脱 我们也能得卸脱 这个卸脱 超越六道 超越是法界 在禁宗里面讲 往生 不退 成佛 卸脱的意思 接着看第二章 静庄严海天网 得随意意念 宁见佛 下头来 清梁大师 在这一句里面 它是有两个意思 第一个 随念和佛 如名应之 第二个意思 随念 有情深 所以 见佛 有粗妙 这两个意思 都说得好 静庄严海天网 他修的是念佛法门 世尊告诉我们 宇宇宙人生的真相 宇宙人生的真相 又告诉我们 一切法从心相 这几句话非常重要 这个几句话 是我们修学 乃至于生活 基本的 基本的概念 你能掌握着这个基本的概念 你的生活 你的生活 一定是幸福的 是美满的 你过 诸佛 菩萨的生活 你以为这个概念 相违背 那你要过苦日子 我们既然知道 一切法从心相 念佛会成佛 根据这个理念 这我们才真正体会到 奢华界 义正庄严 这些无量无边差别的相分 从何而来呢 从众生心相中 变现出来的 那我们要问 是从一切众生心相当中 生起来的 还是从我这个心相生出来的 你要说是从一切众生心相 生出来的 那我要受他们的累赘啊 如果从我心相生出来的 那很不幸 这个灾难 大家都要受 我对不起大家 这四世真相 到底是什么 中观论里头解释得好啊 诸法不自身 也不从他身 不公不无因 事故所无生 这个四句计 我们能懂啊 如果你要懂了 你的问题解决了 佛菩萨讲得好啊 真的 很简单 几句话 将四世真相 猴盘脱出 奈何我们听不懂 为什么听不懂呢 我们自己有业障 这个业障 总而言之 妄想分别 知识 因为我们有妄想分别 知识 佛菩萨说的话 我们都不懂 我们听了 用什么方式来领略他话的意思呢 还是用妄想分别知识 来解释佛的说法了 把佛所说之法 统统变成妄想分别知识了 冤枉不冤枉呢 你看我们 每一堂讲言的时候 大家都念个开金记 愿解如来真实义 这是个愿望啊 而实际上呢 我们都是 错解如来真实义 确解了如来真实义 我们天天是干这个 所以才奉劝诸位同修 到念佛堂 老实念佛 那目的是什么呢 希望你妄想分别执着 减缓一些 减少一些 佛法了 你就能多听 听明白几分了 少一分分别执着 你对佛法就能听明白一分 少两分分别执着 你就能听懂两分 你的妄想分别执着 统统没有了 佛说法 你就全都懂 佛法不能猜啊 不能想啊 这一猜一想 落在意识里头 古佛菩萨的教诲 是从自性里面流出来的 不是从意识里面流出来的 我们是用意识心 解如来自性当中流露的 真意 怎么会懂呢 麻烦在这里啊 人家念佛 念极圣佛号就把佛叫来了 佛就献情 我们念了多少年 佛的影子都没有 什么原因呢 不相应 古大哥教导我们 一念相应 一念佛 念念相应 念念佛 你虽然念的很多 不相应 所以佛不嫌弃 那么大家听了我这个话 千万别打妄想 哎呀 我要相应 我要把佛念来 佛没来啊 妖魔鬼怪来了 那个麻烦就更大了 用神什么样的心才感应呢 真心 真心 理念 真心里头没有妄念 没有妄念的心就是真心 我们念阿弥陀佛 老老实实念阿弥陀佛 除了念阿弥陀佛之外 不掺杂一个杂念 你那个心就是真心 就有感应 佛现不现在的念情 都有感应 其实 诸位同修 在这个念佛堂啊 我想 都有一些共识 确确实实 有佛菩萨在念佛堂 跟我们一起念佛 不少同修啊 有这种感受 佛虽然没有信身 我们已经感觉到 佛菩萨在我们这个念佛堂 这个就是感应的 我们体验感 佛菩萨 明印 虽然是明印 我们也能够觉察出来 这个念佛堂殊胜了 我们一定要珍惜这个音乐 青年说得好 你念哪一尊佛 随着这个名号 就起感应到脚 我在前面也曾经跟主义说过 我们天经 多经 要相应 相应就是 香港起 mul fantastic 自自剧剧 都有信皆心真 你就相应 念佛也如是 阿弥陀佛这个名号 深深居足 心结心正 你就相应了 对于这个名号 深信不疑 你是具足的信心 名号含的无尽的毅力 你能够明白 这是自信的德号 你能够解其意 念到名号 与阿弥陀佛的心 音乐行解都能相应 这是行 这是正 是沉黄尔佛的眼儿 是尊干的 对于这帮助 导啊 这条帮助